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联储局减息对环球股市和大宗商品带来什么影响呢 市场对于利率首次下降通常都会保持一个深深的态度 怀疑央行减息的原因 不过如果减息是没有导致经济衰退的话 即所谓转弱的情况通常股市都会做好 而其中房地产和公共事业这些行业就会比较受益的利率中就会比较受惠 而美国经济的远作路亦可能会对于这个新型市场 尤其是亚洲产生是一个比较积极的影响 比较MSCI世界指数在经济衰退时和避免经济衰退时的表现 在经济衰退时如果在经济避免衰退的时候 MSCI世界指数会显示出一个持续上升的趋势 而在经济进入衰退时 MSCI世界指数往往都呈现一个向下的趋势 而在大宗商品市场方面 如果随着美联储的降息 贵金属和基本金属 例如铜都基本上都会受惠 降息和美元走弱降低了持有和购买金属的机会成本 尤其是对于市用外币的投资者更加遇事 这会成为一个推动市场的略动力 而基本金属方面 需求前景和经济远程度更加重要 之前高利率一直是一个重要阻力 导致去库存和资本密集需求的减少 带来一个负面影响 而贵金属方面 黄金通常和收益率是呈一个负相关 因此在利息走低的时候 表现就会比较突出 可否解释一下Mikron的最新业绩呢 Mikron在他们2024财年的第四季表现非常出色 各个财务指标都达到一个显著的提升 经调整后的回股盈利达到1.18美元 扭转了前一年亏损局面 营收增长了93%至到77.5亿美元 无利率由去年-9.1%约升到36.5% 而展望2025财年的第一季 Mikron预计会估的收益是1.74美元 营收大概会在85亿至89亿之间 这两个数字都是超出市场的预期 经营现金流大幅增加到34.1亿美元 相较于去年同期的2.49亿美元 有一个显著的提升 他们的行政总裁梅克洛德拉 AI的需求推动了数据中心的DRAM 和一个高款频集体的增长 另外就是LAMFresh的形势都创新高 数据中心里面的SSD的销售首次突破了10亿美元 Mikron预计在2025财链会实现创纪录的收入 亦都会大幅提高他们的盈利能力 Meta指示了AR眼镜原型Orion股价创高 如何看这件事呢 Meta展示了AR眼镜原型Orion 虽然令人眼前一亮 亦都展示了軟硬整合上的实力 但仍然有一些现实挑战有待下伏 事实上AR眼镜本身面临一个根本问题 主要在视角複袖挑截 所谓的VAC和电池续行上面 Meta的Orion在这两方面都未找到一个很有效的解决方案 首先VAC的问题本身源于人眼在处理三维环境的时候 需要同步调整对焦和眼球的转动 目前商业化的AR和VR技术依然是采用固定成像距离 会导致使用者长时间使用后可能会出现头昏 头痛等不适应的反应 虽然理论上可以通过多焦距成像 或者是实时的变焦技术去解决 但这些方法在商业化过程中面临一个成本 重量和技术的难题 此外Orion的电池续行只有两小时 如果进行一个沉浸式的视信 续行的时间可能甚至缩短至到五分钟 这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成像光学的效率低 和微型的投影技术是高耗电所致的 而现有的电池技术是难以在眼镜这么小型的设备中提供了足够的电力 除非采用一个外接的电池方案 否则就比较难实现一个轻巧而全彩色的AR眼镜 而在技术方面 Orion现在使用一个昂贵的SIC材料的光波度镜片 虽然这个在以色列和中国都有一个技术的领先 不过这个高成本就令到短期内 这个超高成本的材料短期内似乎是难以大幅降价 而下一代产品计划可能会转到一个比较便宜的塑胶材料 但是这个就会降低了光学效率 以及它使用的MicroLED投影和传统的光波镜片 依然是面临一个比较困难和高成本问题 另外它的手腕的交互技术 其实仍然是落后于Apple的一个用顺视角的手势的偵測技术 这个使得META在交互方式上显得有些不足 总括来说 虽然META在Orion显示的影片中展示出一个灵人经验的效果 但是现阶段的技术瓶颈在实际应用中似乎依然面临一个比较主多的挑战 距离大规模的消费市场应用应该有一段距离